第二的三体 锈水的平衡反应为 BR2加H2O 生成H正加BR-加HBRO 其中锈分子BR2是红棕色 其物质均为无色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这个也是勒沙特类原理 老实说 取有余补不足 多的送给人家 少的像人家要 加入酸 酸就是会增加氢离子 氢离子会变多 多的要送人家 所以反应就会朝左进行 然后会生成锈分子BR2 它是红棕色 所以选项A说 加入反应 加入酸后 反应向左进行是对的 但是容易为无色是错的 应该是红棕色 选项B说 反应向右进行是错的 应该是向左进行 容易变成红棕色是对的 所以选项A跟B都是错的 那么接下来是加入碱 碱会产生氢氧根 氢氧根会跟氢离子酸减中和 所以会使氢离子变少 氢离子变少 少的就像人家一样 所以反应就要朝右进行 向右进行是这些东西都是无色 所以颜色就会变浅 所以选项C说 加入它可以使颜色加深 这个是错的 它颜色应该是变淡 所以只有珠选项是对的 所以第二三题问我们说 下列迅速何者正确 我们选的答案是珠 加入碱性物质 反应向右进行 容易为无色 我们下列迅速